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你会想说淀粉属于糖类 而糖类和蛋白质都是一公克可以产生四大卡热量来提供身体使用 那缺少蛋白质影响也不大? 这么想就不对咯 蛋白质的功能可不单是提供热量 蛋白质除了能提供热量供身体使用 更是构成了多种生物体结构 如肌肉、头发和羽毛等 对已建立的组织 蛋白质具有修补的功能 血液中的蛋白质 如血红蛋白 又称血红素的构成 也需要蛋白质 也可以维持身体中的酸碱平衡及水的平衡 帮助营养素的运输 或构成酵素、激素和抗体等 可调节生理机能 也维持人体免疫力的充分 所以为了身体健康着想 还是要确保摄取均衡饮食 不过蛋白质有这么多功能 它的结构会长什么样呢? 和之前学过的多糖一样 是由同一种小分子组合而成的吗? 蛋白质结构的组成 是由彼此长得有点像又不太像 通称为氨基酸的小分子所组成的聚合物 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约有20种 列举其中5个结构是如下 请找找看它们结构有什么共同点呢? 找到了吗? 你会发现它们都有氨基 NH2和缩基 COOH 并且氨基和缩基接在同一个碳上 而在科学家 为了说明分子中 两个以上的关能基的相对位置 将缩基隔壁第一个碳原子的位置 命名该碳原子为α碳 临近缩基隔壁第二个碳原子位置 则为β碳 接着为γ碳 如图所示 因组成蛋白质的20种常见的氨基酸 其氨基都接在缩酸碳链的α碳上 故意可称为α氨基酸 由常见的20种氨基酸中 可归纳出α氨基酸的共通结构 如画面左图 通式为 H2NCHRCOOH R为测链 可以是氢 丸基 或其他取代基 因测链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氨基酸 及独特的特性 其中最简单的氨基酸 为R等于H形成的肝氨酸 结构如画面右图 当一个氨基酸的缩基 与另一个氨基酸的氨基反应脱水时 形成的供价键为C氨键 或称钛键 二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片段 称为二生钛 简称二钛 三个氨基酸可聚合脱两分子水 形成三生钛 简称三钛 氨基酸聚合成生钛 又称为钛 是天然存在的小生物分子 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物质 多个氨基酸聚合后 形成具有生物功能的大型分子 则称为蛋白质 食物中的蛋白质进入消化道以后 最终会被分解为氨基酸 之后身体再一需要 以氨基酸为原料 用来合成各种结构 大小不同的蛋白质 骨光钢钛 GSH 是一种生钛 也是强力的抗氧化剂 除了自身可以清除自由基外 其他抗氧化剂 如维生素C等 也需要足够GSH 才能发挥作用 其结构是如下 试回答下列问题 接下来 我们来认识蛋白质检测的几种方法 1. 姜黄反应 蛋白质水溶液加浓硝酸 即生成白色沉淀 此沉淀再加热时变成黄色 此反应是由蛋白质中 芳香族氨基酸所引起的 2. 宁海准试验 大部分氨基酸及生态的α氨基 均可与宁海准分子反应 产生蓝紫色复合物 而辅氨酸 强辅氨酸这两种氨基酸 与宁海准分子反应 则产生黄色物质 应用在法医学上 使用宁海准试验 可采集嫌疑犯 在犯罪现场留下来的指纹 因为手汗中含有多种氨基酸 遇宁海准后其显色反应 在了解氨基酸与蛋白质概念后 为了达到饮食均衡 我们可以试着计算一餐饮食中 究竟含有多少蛋白质 每人每日蛋白质摄取量 应该要多少才是合适的 以前面的饮食为例 假设你的体重为50公斤 晚餐喝了一杯无糖珍珠红茶 750毫升 吃了一根水煮玉米 约100克 及一份炸地瓜条 约150克 并查询到这些相关蛋白质含量的参考资料 饮料中的珍珠蛋白质含量为0 每100克玉米的蛋白质含量9.0克 每100克地瓜的蛋白质含量1.8克 根据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 及其说明第800 蛋白质建议量 成年人蛋白质 每日摄取量为每公斤体重1.1克 一起来试着回答前面的两个问题吧 在晚餐蛋白质的摄取量 因珍珠蛋白质含量为0 故可由玉米及地瓜计算出蛋白质量为 9.0加1.8乘150除以100等于9.9克 对50公斤的人来说 每日蛋白质应摄取量为 每公斤体重1.1克乘50公斤等于55克 而这份晚餐占其每日蛋白质应摄取量百分比为 9.9除以55乘100%等于18% 在计算过程中 可以发现玉米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你觉得如果多吃一些玉米 增加蛋白质摄取量 这样是可行的吗 其实蛋白质摄取 除了要顾及量 也需考量到值 食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 取决于所含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 可依氨基酸种类是否齐全 分为完全蛋白质与不完全蛋白质 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 约有20种 其中9种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氨基酸 称为必须氨基酸 含必须氨基酸的蛋白质 称为完全蛋白质 缺乏其中几种必须氨基酸的蛋白质 则称为不完全蛋白质 含有完全蛋白质的食物 包括肉类、鱼类、蛋、奶类 以及少部分植物 如大豆、藜麦、荞麦等 而大部分植物所含的蛋白质 为不完全蛋白质 例如骨类、玉米和豌豆 即便如此 已知骨类所含黎氨酸相对较少 而黄豆则是所含的甲硫氨酸较少 虽然都为不完全蛋白质 但如果两种食物都有吃到 则有互补功能 只要每天摄取均衡不偏食 即使是素食者 依然可以得到足量的蛋白质营养 也不会因为不吃肉 而缺少蛋白质哦 所以 从小学到的均衡饮食 可是有其道理的 卢贡罗